当超级跑车遇上了世界跑得最快的飞毛腿会蹦出什么火花呢 答案就在2013年的洛杉矶车展上面 奥运六面金牌的得主也是跑百米短跑的世界纪录人 普尔特呢再次以拉弓设日的招牌动作 来表达他对新一代日产超跑汽车的情有独钟 Mr. Usain Bolt 个头高大的亚买加闪电Bolt一出场 马上成为全场焦点 不过车迷最期待的主角却不是他 而是他背后那台GTR Nismo跑车 拉下布幕流线感的车身超吸金 让Bolt也大开眼界 特别为这台车修出拉弓设日的招牌动作 更让全场一片叫好 日产不息砸重金并聘请Bolt担任品牌总监 强力宣传的结果也让日产车 今年的销售业绩突飞猛进 我们销售业系列860,000多档 改裝後可衝出215匹馬力 好開又好改 連副總裁自己都表示 兒子也愛不釋手 我的兒子非常喜歡Juke Nismo 他們現在都共有Juke Nismo 它是很棒的車 他們可以跟他們一起搭配 所以他們可以使用很便宜的車 打出像Nismo 這樣的一個新標誌 而且強調全系列車款都可以改裝 Nissan 希望這樣子的方式 能夠搶供全北美市場 以上是東新聞葉勇治理中堯 在洛杉磯的採訪報導